10月10日,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记者会,介绍自6月以来面对社会风波的特区政府的实际运作。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,警方并非孤军作战,面对覆盖全港的极端破坏行为, 特区政府各部门会通力合作,全力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,确保市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。 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共同珍惜香港,停止暴力。 张建宗介绍,截至10日凌晨5时,共有2,379人被捕, 其中16岁以下有104人,18岁以下有750人。 张建宗呼吁家长和老师劝语身边年轻人不要参与暴力行为。 这些数字是令人震惊,令人痛心。 我呼吁家长、老师和社会各界的朋友, 特别是劝语你们身边的年轻人不要参与任何的非法和暴力行为。 远离警方的防线,以免误创警方拘散, 或者逮捕行动之中,将你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, 甚至受伤,以至被拘捕,令你个人前途顺位。 运输纪防务局局长陈帆表示, 过去几个月的公众示威活动中, 共有超过400组交通灯遭损坏或干扰, 电源线被切断及组件被破坏,严重威胁交通安全。 亦有4.2万米的栏杆及2600平方米的地砖被破坏, 1700处公共地方被吐毁,令香港公共交通大受影响。 全港93个重铁车站中有83个受到攻击, 68个轻铁车站有42个受到攻击。 示威者共计损坏约1200部入闸机, 约40部升降机,另有显示屏被打烂,控制室被焚毁等。 明镇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表示, 过去一段时间内,共有6个地区政府和署被破坏, 包括九龙城、深水部、大部、臀门等。 破坏方式包括纵火和灌水等。 刘江华强调,政府和署不仅供公务员办公, 也向市民提供公共服务, 每月有约20万人次使用政府和署服务, 示威者暴力行为直接影响大众使用该类服务。 张景宗强调,香港实在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破坏, 特区政府未来必须三管齐下, 透过停止暴力继续推进对话工作, 解决深层次矛盾,让香港重新起步。 香港实在不能够承受长期的破坏和增压, 我们需要港大市民的支持, 各方面我们一定要止暴制劣, 尽快停止暴力。 第二,我们也会讲开言露, 我们的对话,公开对话的途径, 我们会继续争取去做, 继续做,加强和市民的沟通。 第三,我们要真的很锐意处理一些 长期职压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问题,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出路, 社会有一个共识。 三方面,我们一起去做, 希望能够出香港带出这个困局。 当天,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, 民政事务局,公务员事务局, 运输及房屋局等负责人, 均出带跨部门记者会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